虞虞虞老师最不喜欢看到什么 第二 你要知道喜欢什么东西之前 你就先知道他不喜欢什么 这常常说的 有同学真的请我到他家 老师啊 你难得来 那你想要吃什么 我靠腰 吃什么呀 吃什么 我没怎么说 我想要吃什么 什么都想吃 但是呢 你不一定有 我说我要喝一个什么 叫肠 成年的威士忌 你敢有 那我只能先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不喜欢的 我不行的就是太贵 太辣 或者是太照 容易生活 上火 这样对我喉咙有影响 以外我都可以 所以先讲不喜欢的 你自然比较明白喜欢的什么 来 最不喜欢什么 一样 同学 你既然要做镀衣的话 那就拜托 你就配合我一下 现在抓杀出来 被抓起来在上面写 写一个你认为他最不想看到的这个东西 先写 然后我们等一下 我在白板上也写出我的答案 一对 看我们两个有默契 来 给你们时间写 那在你们写的时候呢 我怎么可以放过工作人员呢 接录影人员 来 你认为 虽然你没在课国家考试 对不对 我老师在国家没在课上 你老师问我跟我什么鸟关系 我已经是阿婆要跟阿婆到底 你问我干嘛 但是 要算大家来算 你认为 余悦卷老师 最不喜欢看到的是什么 GO 长篇大论 长篇大论 那有跟你们现在的同样 那老师你咧 别大拼了 快说 OK 我在这里 不是要等你们展身 鼓励鼓励 我是先听看看 可不可以从远方传来 那一种你们的冰德跟哀嚎声 还是你们在那 大声话 豪销啦 老师你真的有好人 竟然岳俊老师 最不喜欢看到的是 堆积如山的答案件 如果写完整 前面还加一个堆积如山的答案件 老师为什么他不会不喜欢 不爱他的工作做点事委员 而且担任 愿键评分的工作 你还要加钱 他怎么会最不喜欢 那是他的工作 对 同学 你想看看 从人性上来讲 你有一些事情 是你一定要做 通常你非做不可的事 也是你不喜欢的事 来 想看看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一个岳俊老师 他堆积如山的时候 他虽然重视改一个题目就好 可是全国 这一个类组 可能有几千个考生 那北中南 现在再加一个花莲跟台南的话 全部收集起来 他起码要改好几千份的答案卷 尤其又现在两个月之内呢 一定要公布结果要放版 那真正是炉火炉土 哪里有汇航 OK 那你想看看 今天 你认为他会想要去看到这些吗 最重要的是他都已经知道 那个都老经验 他还要看的 绝对不是他想看到的东西 因为里面 多的是在那边拉底塞 多的是怎样 乱七八糟的血 让他很火很狠 所以我们经常一句话 这个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我劝你今年的报名会都省下来 这早就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就是 一个国家考试的乐卷老师 他的耐性 在他改完第十份以后 就完全没有耐性了 这个同学这是最好的证明 因为这个都已经流传出来 来 如果你再不信的话 我再举几个 让你能够相信 并且能够幸福的例子 来 同学我们想看看 从小到大 那在国小的时候 科技老师一定要教还要考 考试的时候 如果今天是随堂考的话 他常常讲一句话什么话 各位同学呢 各位小朋友我们已经考完了 那考完的话 现在很简单 大家交换考卷呢 来 改 有没有 如果他是他喜欢的 他干嘛让你们交换 对不对 如果他喜欢的话 他一会把一个月的薪水 拿一部分来买糖果给大家吃 如果他喜欢的话 他怎么舍得让你们交换改 因为对他来说 你们自己改改 算得我改那是最快的 而且你们互相一定会害来害去的 好改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小时候就已经见识到 老师 重使学校教出来老师 他就不喜欢改考试卷 然后慢慢的来到大学来 现在大学的老师 他真的喜欢在改那些考试卷吗 他用什么方法 第一个他要你们打电脑文字 为什么看不到你们 聊聊吵吵吵或者是怎样 版面很烂的这些东西 你用电脑打他整齐 第二个 你有没有发现 他都用那个对他来讲比较轻松的方法 来决定你们的分数 再来的 同学 你们在保试班的时候 再讲一个更简单 你们不相信的话 不认同我这个 你现在马上可以试 很多学生 现在都还在补习班补习 你们的什么 揪团 不是去报名 也不是去打着 而是揪你的七纪 你们十姐妹 刚好选一个你们要考试的专业科目呢 不管是民法刑法民刑术 还是你们什么政治学 管理学 这些监狱学什么都可以 来 选四个题目 生论也好 实力也好 来 你们十姐妹 不是小鸟 是你们真的十姐妹 开始写 然后呢 下了当老师上课 麦克风放下 各位同学 这堂课我就给你们报告到这里 下次再相逢 你马上给他动 老师 满载下次再相逢 现在我就要跟你说 私下相逢 哎呦不行啊 这样我们就发生事情 不是 老师你想太多了 没有了 我真的有事 我要先走 老师你也要先走 你要先走一步 我知道了 我没比你年轻 你倒是喜欢先走一步 这个时候不行 因为我们十姐妹 我们辛苦了 你要讲 考试我们要练习 我们真的就照你的吩咐 解题 现在写在这边 十张考试卷 来 老师 请你拜批 请你拜批你呢 帮我们批阅一下 然后呢 下次你来上课 再跟我们讲 看我们那边要改进 要怎么这样 去突破 好 你这样说了 这要求讲完 你看你们老师的反应是什么 脸部的表情 会是相当的愉悦 那一块的急 还是呢 一脸不爽 或者是你的跨地在那边 在那按哪 可是还要表现说 好好 那我就拿回去 然后我有时间来帮你改一下 下次再跟你们检讨 快走 那老师你考试先还没有拿 对对对 啥 想看看是哪一种 从这一线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没有人喜欢看 尤其是他们学有专才的 要看你们这些答案卷 拜托的 所以他们最不喜欢看的就是答案卷 好 那在最不喜欢看到是答案卷 又要改的状况之下呢 来 衍生出 岳俊老师最想看到的答案内容是什么 你挑吧 因为他们不喜欢看到答案卷 但是又要非看不可的状况之下 你认为他会最喜欢的是什么 这样的答案内容 让他可以在2至10秒内就可以迅速给翻 并且还能够轻松交代 并且还理直气壮哦 艺术工呢 到时候老师在总控他都可以跟人家讲 本来就该这个样子了 OK 你认为 什么他们最喜欢一定是这样 顺应的不喜欢 他们就喜欢遇到这种状况 10秒2到10秒内的 马上可以改完并且评分 而且还觉得信安理得神清气酸 啊 这个几何谈 同学这才叫人性 来 同学 排行榜有三名 三种 这就是我们公的岳俊老师最想要看到的答案内容 依序而下 第一名 就是所有老师呢 受欢迎程度达到90%以上 几乎每个岳俊老师都喜欢看到这样子一个内容 排第一名 依序而下 第二名 第三名 来 一二三名 各是什么 形成他们最想看到的呢 来 我们马上跟你讲 但是 我要讲尽情 我先跟你保证 我保证 我要跟你讲的这一二三名 他们最喜欢看到的内容呢 跟你向来所认知 从你小到大都一样 都没有关系 你所认知 或者是 我知道 很多补习班的老师 在上课的时候 多少都会去提到 你们 要写出岳俊老师想要看到的内容 这样分数才会高 因为他也知道 这一回事 岳俊老师喜欢看到的内容呢 会跟他所要交 或者你们要背的有直接关系 简单说他就知道这个理解关系 所以他们都会讲 或者呢 你在网路上 都可以看到这些传言 或者是呢 有人好心的跟你分享 可是我保证就是 绝对 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同学就是不一样 那才能叫做怎样 鬼才 就是完全不一样 我才要特别的来录制 那样 我跟你说 你们如果不听 我也感觉没意义 我为什么把你们 知道的事情 再来讲一次 这样就没有叫做鬼才 不是吗 OK 跟你们不一样 而且 我再多一个保证 再多 不但不一样 你 当你知道这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以后呢 你会自然而然的怎样 乐意的去改变自己 顺应着 这样子的一个 一二三名 并且 你还可以自然而然的 就给他贯彻到底 我问老师 你为什么要加这一段话 还要跟我们讲 当我知道这三名 这盘版这三名 我就会自然而然的 去改变我自己 还可以贯彻到底 因为我知道 虽然说你是美 就是吉父阿伯 但是你还是忍不住的 会跟着我过来这边吗 不是吗 所以这个呢 就是要给那个吉父阿伯 让他知道 纵使你是吉父阿伯 当你知道这三名以后呢 你就不再叫阿伯了 你当中就变叫了 变成天条 你就会跟着 I can do it 往下看